最近汪小菲接瓦尔的事 一直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他那么高调地在直播间宣扬要接孩子回京 又是准备豪宅 又是北戴河放烟花等 让人觉得他这次可能真的是引起一回 然而他却被媒体拍到独自一人回京 即便是面对众多网友的询问 也依然是面不改色 情绪也并不低落 网友还在想 他这孩子没接回来 进出洋乡 都不带尴尬的吗 扑大S投奔汪小菲 带儿女回京 就在大家已经基本确定 他并没有接回孩子的时候 事情反转了 有爆料称 大S目前应该是投奔汪小菲 秘密带着儿女回京了 汪小菲此次独自回京后 就重新开启了直播 他在直播间分享了自己带孩子的日常 那种开心快乐就要一出屏幕了 他还拿着自己拍的孩子玩儿的视频 给身边工作人员看 工作人员描动直播含义 默契地说在直播间就不说了 不仅如此 汪小菲还称现在儿女有五个小伙伴一起玩儿 而之前张兰也曾经说过五个孩子一起回来 这让人不禁怀疑 孩子应该是已经回来了 直播中途还出现了突发状况 疑似有几个人突然进入直播的房间 汪小菲发现后赶紧让他们出去 不想要他们曝光 而还有眼尖的网友觉得 这次不仅是孩子回来了 大S可能也跟着秘密回京投奔汪小菲 之前在汪小菲直播的时候 有几人不小心入境 被人截图下来后对比发现 这个身影好似大S 要知道 现在的大S身陷丑闻 他在台湾的生活可能并不能自如 而也有过传闻 大S出事后 以似被聚俊叶抛弃 聚俊叶一个人回到韩国 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并没有守在大S身边 而大S可能也是不放心两个孩子 担心会不会跟汪小菲回京后 就不再回来 于是干脆跟着一起来到北京 一边照看孩子 一边也是出来散心 以汪小菲那心软的性子 这些还真有可能 这种重的迹象 有理由让人相信 孩子可能是真的已经回来了 只不过两方有协议 不能让孩子曝光 汪小菲独自一人出现在机场 可能只是为了吸引公众注意 来一个吊虎离山 张兰遇让月领直播 网友封号预警 张兰的直播也印证了这一猜测 在张兰最近的直播当中 他曾经说过 过两天要带孩子直播 到时候让汪熙月 汪熙领出来说几句 但是网友却又开始操心 平台不准为成年人直播 小心封号预警啊 别到时候封好了 得不尝试 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出面 确定孩子的情况 估计也是两方有了约定 不想让孩子曝光 但是又有网友称 带着孙子孙女直播 又不是让孩子出镜 单纯有声音不出镜 没有关系的 这一系列细节下来 当真是让人期待了 难道孩子是真的回来了 如果是真的 那王小飞这次也算是成长了 他居然能把消息舞得这么严实 而不再是大肆宣扬 虽然还是藏不住自己的情绪 但是至少管住嘴了 既然这样 那就让我们也好好的保护 这两个孩子吧 大家的其实也是担心 孩子目前的成长状况 现在他们能开心地 待在自己父母身边 这么多亲人关心照顾 相信他们心理上的伤痛 一定会被制约 相信他们一定 阳光快乐地长大 接下来说 反转 曝大S代儿女蜜回京 汪小飞漏三点破绽 大S背影现身直播间 汪小飞独自现身机场回到北京 让不少粉丝感到失望 而汪小飞却不以为意 面对粉丝的失落 汪小飞还跟粉丝们挥手脸上笑容不断 这也太过反常 近期 有消息曝出 汪小飞其实已经把孩子接回来了 是大S带着儿张兰也在直播间透露 会带着孩子们直播 大S带着一双儿女回了北京 但没有被路人发现而已 在汪小飞的直播间 也能发现汪小飞回到北京后 开心的牙不见眼 在直播间 也发现了大S带儿女回到北京的三点破绽 第一 汪小飞的朋友原本是在台湾的 但这次陪着汪小飞一起回到了北京 这位朋友也有孩子 最近也是在带着孩子 和汪小飞一起回北京 自然也是带着孩子来的 孩子和月月玲玲 也是从小长到大的好朋友 在汪小飞直播时 这位朋友在身后 对着房间弯着腰和屋子里的人做游戏 姿态也是对小孩的姿态 屋内也传出孩子的声音 而汪小飞坐在沙发上哈哈大笑 倘若小月月没回来 汪小飞听到朋友和孩子玩耍 她还能坐得下去 第二点就是机场只有汪小飞一个人 连一起去的工作人员 还有汪小飞的爸爸老汪 也没有在汪小飞身边 这点太过反常 张兰强调过汪小飞没能带回孩子们 老汪出马四汪会合 还说要把孩子接回来了 说明孩子已经接到也同意了 第三点就很明确了 汪小飞直播时 工作人员的镜头不小心拍到了一个画面 镜头最左边没有穿着鞋子 只穿着白色上衣的人 虽然只是露出了一个背影 但对大S非常熟悉的 还是能看出此人正是大S 旁边还有一个黑色的行李箱 而汪小飞抵达北京时 身边连个行李箱都没有 这也说明汪小飞的却和孩子是兵分两路了 除此之外 汪小飞还有很多细节 也透露孩子回来了 张兰三天没有现身直播间 汪小飞也称现在有五个小伙伴 六点陪孩子早起床 五个小朋友玩在一起不管他 他只能去健身房 说到这里汪小飞脸上的开心意不住 评论区不少粉丝称儿汪 月月灵灵 回来了 汪小飞也是看到笑笑没说话 其实在大S被影露面就能知道 孩子们是回来了 但大S始终不愿意让孩子们在公众面前露面 甚至之前还因为汪小飞把孩子们的脸晒在公众平台上 就发律师函要起诉汪小飞 也有网友猜测 是大S和汪小飞签了保密协议 要求汪小飞不许让孩子们出境 不管怎么说 大S也是向张兰和汪小飞妥协了 双方在为了孩子的基础上 在孩子和奶奶团圆方面做出努力 这是双方达成共识的最好结果 希望张兰和孙子孙女们 能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